花蓮鯉魚潭的水面 刮起了大浪 甚至商圈也沿起大雪 雷縣記者黃毅民 哈囉 目前記者所在的位置 就在花蓮知名的景點 花蓮的鯉魚潭 後面可以看到 原本平靜如靜的水面 如今就像是汪洋一片 整個水上激起了陣陣的水化 而這個地方其實是民眾 常常來搭這個天鵝船的地點 在後面可以看到 一旁的這個 店家的棚架 都因為整個強風豪雨的情況 都是整個摧毀的情形 從今天早上開始 這個地區就已經下起了 狂風豪雨的情況 整個路面都是嚴重積水 甚至是有泥沙 直接衝進到了一旁的 這個商店的工作區 而這地方除了是知名的 鯉魚潭的景點之外 外頭這個馬路上 其實就是鯉魚潭的商圈 而鯉魚潭商圈的店家 今天都是沒有營業的狀態 不過正在今天早上的七點到八點左右 這個地區下起的狂風豪雨 甚至出現了嚴重積水的情況 整個那個像海浪一樣啊 那幾萬啊 像海浪一樣這樣淹下來 這邊三邊本來就會衝下來是不是 對 那個盤子我還給他拿到旁邊去 那個還有弄出了 你看 那個盤子我給他拉過去了 哇 那一塊盤子他弄整個遍到 之前颱風有這麼嚴重嗎 沒有 沒有這一次很嚴重 可以看到水勢雨勢來不及宣洩 直接從馬路直接從山邊的馬路 直接往下來衝喔 而這地方路面上有非常多泥沙土石 都是一天今天早上在七八點的時候 整個雨勢大雨不斷的情況所導致的情形 而我們一早 記得一早從這個台九線往鯉魚潭方向來行駛 整個台九餅縣這個地方 其實是有多處的土石流攤坊的情況 也再次呼籲民眾如果有尊敬這個時段 終於會逐漸來增強千萬待在家中 來避免危險發生 以上現場所掌握的尊敬情況 將時間盡頭還給棚內